朱元璋出身很苦啊 自幼父母双亡 是他姐姐朱玉环 把他拉搏成人子 没有他姐姐 他也就不存在 后来朱元璋流落四乡 他姐姐流落到安徽 住到旧父郭光卿的家里 咱们前文书说过 郭光卿啊 在楚州混得不错 家里开了几座买卖 外人都管得叫郭元外 世亲都三分像 自己的亲外甥女儿 他能不喜欢吗 把朱玉环收留下来之后 等到成亲的年龄 给他找了一个女婿 姓李叫李春 这李春是干什么呢 在楚州打把是卖艺 立场的殊途顶 有一身好功夫 这小伙子 无父无武光身一个人 但是为人忠厚老实 又是脾气 有点暴力 根主玉环成亲之后 夫唱夫随 这日子还过得去 有个马高更短 郭光卿 短不了周绩 给他们买了三间房 就住在这个院子 这李春每天 教了几个徒弟 到东关外 树林里去练舞去 朱玉环呢 就在家料理家庭琐碎的事情 在这些年来 那夫妻还生了个大小子 这孩子的名字叫李温诸 现在正在上学 才十二岁 一家三口人 过得是不错呀 是朱玉环最难过的是什么事 就挂面兄弟朱元璋 他知道自己的兄弟密苦 从小失去了父母 长大以后 家庭环境又不好 不是给人家打短工 就是给人家放牛 要不就卖苦力 就这么一个兄弟 能不挂面 派人呢 送去几次信 也没找到朱元璋 后来听说朱元璋 在乱石山 跟几人磕头 带着靶子 说这些人都是练武的 又听说 他们还要推倒大元朝 当了国家的反派 国家到处派兵严拿 哎哟 把个朱玉环吓的 天天哭啊 心里的劳主告 神佛保佑 可别让我兄弟出了事 还不能把兄弟盼子眼前好好劝劝他 他给丈夫李春呢 别看是个恋狐的 这人心十分细 没事就劝他 下来他 别太难过 一人自有一人福啊 他现在是成年人了 你当姐姐管得了他吗 你哭有什么用 怎么办 咱那积咱俩钱 把兄弟将来找来 咱们就在一起生活就算了 能劝好他就劝 劝不好 咱就别费那个心了 再说朱元璋干这事 不一定不对 这元达子都坏得冒着油了 不但咱兄弟要想怎么办 据我知道 周围想推倒元顺帝的不在少数啊 将来这个世道 不定变化到什么程度呢 啊 李春老劝他 朱玉桓呢 心呢就慢慢的松下来 别看松 要一想到朱元璋 还经常哭天磨落 事情也凑巧 没想到今天 朱元璋误把人打伤了 哎 跑到姐姐家里里来 这叫不巧不成书啊 朱玉桓呢 发现自己的兄弟来了 他开始认为是做梦 胡巴多师指住悲声 这么一问才知道不是做梦 哪有那种事 把朱元璋让他屋里换好了衣服 解调的人就谈了谈离别的情况 还没等朱元璋解释呢 好吗 就听胡同 就乱了 哗哗哗哗哗哗哗 跑到这儿了 拿出来 哎 怎么没了 他妈这小子躲了还是 搜 光光光 光光光 连他们在吵闹 朱四爷的脸当时就变成 姐姐 别的事咱先别说了 我 我惹祸了 啊 你是了什么祸 我把一个人给劈伤了 哎呀不怨我 这人太欺负人了 不如我解释 他拿枪就扎我 我没办法 我就是一脚他没躲开 谁知道出了事 现在人家那些徒弟正在注意我 姐姐你看怎么办 你提的是什么样的人 比我这个稍微来着一点 圆崩了红扑扑的面孔 能有个三十七八寸吧 好吧 你 你放心 我出去看看 附与环上 朱元璋坐着 来到院里把门开开 刚开开门 就将外头冲进几条大汗 朱元璋在屋一看呢 正是那教室的几个徒弟 手里头掐着棒子 满头大汗 一进院就喊 师娘 师娘让我师父教人给劈了 人已经抬回来了 朱元璋一听 什么 哦 我劈那人是这家人 他就在屋里头发愣 就见外头进了一伙人 七手八脚 抬进一个受伤的来 正是朱元璋提的那个教室 这个人人事不行 嘴角冒的鲜血 朱元璋一看 哎呀 朱元璋提的是谁啊 正是自己的亲姐夫 就刚才咱说的李春 这事怎么这么巧 朱元璋吓他 赶紧让人把自己的丈夫 放到屋里的床上 把衣服解黑干 就在心口中 明显总起了一块 都披青了都 要披的屁股上 还真没事 这地方要命 正披的穴道上 朱元璋当时 什么都明白了 正好像舞雷轰领一般 勉强振作精神 跟那几个年轻的大汉就说 二愣子 永年 长江啊 你们别吵吵 咱们都是自己人 大伙一听全傻了 自己人 可不是自己人 一说在屋站着呢 就是他呀 朱元璋把街门上上 恐怕这个消息将外人知道 转身又回到屋里面 转身又回到屋里头 来到丈夫的面前 把她抱起来 不住的呼唤 不住的呼唤 这些人一听着自己人也不能超市了 都围住了李春 师父 师父形象 师父 撬开牙关 给他喝了几口水 在这儿李春 迷迷糊糊 把眼睁开 又吐出一口血 他那徒弟们 赶紧遭止血丹 又给他灌下去 朱元璋在旁边看着 不知说什么好 傻的呢 光下巴壳之洞 不知说什么呢 就见这个李春 把眼睁开 望左瞅瞅 望右看看 一眼看见自个儿的妻子 李春的眼泪掉下 家里的 咱们算不能白头到老了 哎呀 你别难过 你这是脚的怎么样 哎呀 完了 我是练武的 我知道我受的这伤 太重了 可恨 那个凶手 没有抓住 他憋你先别说 我把事情跟你说清楚 提你那个人 你知的是谁吗 嗯 谁啊 他就是你我夫妻 早死目想的兄弟 朱元璋啊 好 这李春的身子一震 好像来了精神头了 俩手一堵床 坐起来 是吗 一点都不假 兄弟 你还不过来跟你姐夫见见面 一句话 点醒 梦中人 朱元璋如梦 放弃 赶紧聊一副 跪到的床前 把李春给抱住 姐夫 我跪不起你 李春也愣住了 朱元璋一边哭着 一边把自己的经过 简简单单讲了一遍 哎呀 李春文听 又高兴又难过 高兴的是一家人团聚 难过的是 出了这么个误会 知道自己的伤太重 是不能活了 抓紧这个机会 他把朱元璋抱住 兄弟 哎 人哪 生有处 死有地 没想到今天 咱们一家人见着面 我怎么说呢 我不恨你 我也不怪你 怪我自己的命不好啊 姐夫 临危之时 我有几句话 要嘱咐你 姐夫 你有话你说 哎 你姐姐 是个苦命人哪 我们夫妻 成亲 十几年来 没有 红过脸 苦日子 要过了几年 十指望 将来能有个好 没想到 中途半路 我把他扔下 我该走了 兄弟啊 日后连你外甥 在你姐姐 我就脱靠给你了 你姐姐 没少替你担心 没少替你落落 一旦将来 一旦将来 你对你姐姐 有个不好 你可想想这些好事 朱元璋赶紧磕头 见我 你别妄下说了 这个事您只管放心 我朱元璋有血有肉 有灵魂的人 我对我姐姐 有一点不好 天诛地灭 嗯 好 那我就不说 哎 我又想起一件事 外边风言风语的 都说你早晚 要当皇上 朱元璋一听 你脑子嗡了一声 姐夫 您别去他们胡说 这是谣言 咱也不管是谣言也罢 实事也罢 兄弟 我在临死以前呢 还有件事 你要叫着对不起我 你要打算不报这个恩情 趁着我这气还没咽以前 我把我儿子文忠找来 你们爷俩见一面 你呀 好好加封文忠的官职 封他当个大官 我死了 也就闭眼了 朱元璋一听 这什么呢 这是 我是个什么呢 我封大官 我姐夫这不封呢 哎 正说着呢 外边有砸门的声音 等何二愣 三五年出去 把门开开 李温忠回来了 这李温忠是十二岁的小小子 长得面白如玉 无关清秀 在嘎酒窝 他夹着几本书 因为家出事 有人给他送信 李温忠发脚如飞 跑过来 来到屋里 他一看他爹那个模样 哇了一声 把书本扔去 就哭开了 朱元璋就明白是谁了 就见李温忠哭的 爹 爹 你擦不要 别哭 别哭 温忠 你大了 你可不能像小孩那样 单罗十二岁 当过宰相 司马光七岁鸡刚 恐龙四岁能让离 你十二比人家也不算小了 别哭 听爹跟你说几句话 别哭 别哭不哭 你听话 这是你亲舅舅叫朱元璋 给你舅舅磕头 李温忠真听话 把眼泪擦了擦 看了看朱元璋 聊一副跪倒在地 给舅舅磕头 哎呀 朱元璋的心呢 就输不出来怎么个难受的滋味 这眼泪像珍珠断线一般 把孩子掺起来 又听李温忠说 屋里头没有外人 二愣的永年都是我的徒弟 这几个大个子也是我的徒弟 咱们关上门没有走话的地方 就那 你答应杰夫的要求 封你外甥的官职吧 我听听 朱元璋把脑袋换得跟不人骨一样 不不不不不 姐夫 你好好养伤 别听外门的谣言 我 我有什么资格封关呢 这是不胡来的 不不不不不 胡来也罢 谣言也罢 我就相信这个事 我眼看都要死了 这么点要求 你都不能答应吗 朱玉环哭着也过来 兄弟 你就答应了吧 管的真的还是假的呢 让你姐夫心里的难过 你就叫这于西游人吧 就疯吧 朱元璋一看 我真疯了我 不但我疯了 这屋的人都疯了 没办法 看李春太可怜了 封关吧 把屋还收拾收拾 屋里正中央白把椅子 再看朱元璋 谈售一声 四平八稳 往椅子上一坐 在李春 把儿子李温忠叫过来 孩儿 去给你舅舅磕头 可别叫舅舅 叫万岁 让他 让他疯你的官 给万岁怎么磕头 就趴地磕啥想头就得了 李温忠间听话 蹦蹦蹦 磕啥想头 嘴里还倒过来 参见万岁 万万岁 朱元璋好像没哭了 我算哪国的万岁 连饭门都没有 怕姐夫难过 装的还得跟真事一样 怎么疯呢 他想了一套词 万终万岁 哎 我对不起你啊 没想到你爹 让我给踢伤了 这个责任都在救负我的身上 我要不当皇上 就罢了 如果将来真有了天下 面难备备我登基 孩儿 你就是开国的元寻 我加封你十王千岁之之 这十王 是一篇王 二帝王 三才王 四喜王 五德王 六进王 七贤王 八大王 九州王 十海王 你一个人 吃着十个王子的俸禄 你看怎样 你一春一听 好 快磕头 快磕头 谢恩 李文忠也不懂 趴在地下 又给朱元璋磕了一顿头 在今天说这话 好像是笑话 以后 朱元璋 走马 取南京 北赶大渊 一统天下 当了明朝开国的皇帝 明虎 万岁 朱元璋说话能不算吗 画富前言 就家风 李文忠 为十王千岁 在南京城 修造一座 十王府 这是后话 咱先不提了 今天呢 朱元璋封完了 李文忠 喝完头 起来 就见李春 脸上的肉 叨叨叨叨叨直奔 眼睛就得发行 人们胡拉超全围过来了 这朱元南道皇上也不能当了 赶紧过来把解雾抱住 解雾 解雾 哎哟 可要了我的命 谢谢